暑假就要到了 而这也是细水的高峰期 为了防止溺水意外发生 苗栗县苗栗市公所号召辖辖内 八个守望相助的巡守队 组成了河川巡防队 在投屋大桥旁 桥头伯宫庙前 是举办祭水神的祈福仪式 象征着这暑期的防逆 还有救护工作正式展开 苗栗市长邱振军率领众人 虔诚祭拜 祈求水神必有何于平安 过去厚龙溪经常发生溺水意外 且溺斃着大多位雪深 虽然溪流经过诊治之后 事故降低许多 但因龟山大桥至北市大桥 流域落差大和流短 被定为危险水域 施工所特别在沿岸 设置急救抛水站 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举办 这个击败水神的一个仪式 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新东大桥 龟山大桥 还有这个头乌大桥 还有这个北市大桥下面 都有这个设置这个抛绳站 那当然万一有遇到这个溺水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桥上 做很快的一个应变措施 那么当然也希望 这种事情不要发生 暑假是吸水旺季 又是逢防疫期间 民众更想出门透透气 苗栗市北苗 上苗 福星 胜利 文胜 玉清 嘉胜 嘉欣等八个守望相助巡守队 每一天都有人在这边寻 是时间上有什么 不一定 时间不一定 反正就是早上八点 到差不多下午四五点 这个期间 你就来寻守看看 何川巡防队 每天将固定排班出勤巡夺 以零溺币作为防疫的最高目标 施工所也提醒爱玩水的民众 应充分具备防疫知识 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